红酒跟咖啡不能够搭着一起喝 为什么呢 那你今天是你正方代表什么意见 基于我二十几年来这样喝的经验 我觉得无所谓 应该是无所谓的 因为我喝酒喝那么久了 红酒它含有很多的抗氧化剂 能够消除我们对抗的自由基 具有一定的抗老防病 延缓衰老的作用 在酒精性的饮品当中 葡萄酒是唯一的碱性的饮料 饮用后有效的降低党固醇 葡萄酒当中的维生素B12的含量 也非常的丰富 对于缺帖性的贫血 病人一定有补血的功效 另外咖啡一定有这个兴奋 然后神经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所以喝完红酒去用咖啡来提神 是我以前的方法 但是这个方法不曉得是对还是错 但是我觉得无所谓 当然是没有关系 因为它问华陀嘛 它应该问神龙士嘛 他们有时候这现在大家也打过 它是用它自己的心情 不是 我跟你讲 这一题我一定要搬回来 你知道吗 因为我待会再跟你们讲一个案例 就是说红酒跟咖啡 绝对不能放在一块 因为红酒 酒精在被我们消化之后 会很快进入我们的血液系统 然后会是我们的肠胃 心脏还有肝肾 大脑还有内分泌 都会受到影响 其实你的大脑好吗 受到的伤害最严重 那咖啡本身就有兴奋的作用了 所以说如果你把你喝完酒之后 马上喝咖啡会使得大脑 因为饮酒引起的极度兴奋被抑制到 但是会转到喝咖啡的兴奋度 那你超兴奋要干嘛呢 对所以是血液循环加快 增加心血管的负荷 对人体造成损害 甚至超过喝酒本身 因为我说临床上有案例就是 曾经有一个负伤 他就是因为喝完了酒之后 想说喝咖啡来提神 马上心脏猝死 那对你问你吧 PS我还没讲完 后面有一句话叫做 有一首歌叫做 美酒加果 我这要唱 对啊 哎呀 我这要唱 你们都误会他这个意思 传唱很久 更毒 因为我告诉你说美酒 它里面的意思是 美酒是指女人 咖啡是每一个女人用完之后 越来越相纯 所以是不是 为什么会一杯结一杯 其实是一味接一味好吗 更毒 这样子吗 我一口走回来 对 我跟你讲 你后面这个歪曲了人家 原状作者的意思 我觉得李太太今天火力很猛 在冰里上来讲 不是 我觉得李太太已经有点发疯了 对啊 他会夹人 因为他绝地大反攻 所以说他 对 因为在冰冰 就是在你身上 我看到了这样的案例 所以咖啡酒是真的不能调在任何的酒 都不能咖啡跟酒喝在一块 对 不过瑞琳提出这个歌曲 倒是真的深入人心 美酒加咖啡 大家就觉得人为可以合在一起 但瑞琳提出来的案例又很严重 所以今天这个是 所以这个问题我们真的要好好解决 你看一个会致死 你说这个严重的那个人致死 对对对 而且干涉不好 以前他一直这样都酒 然后那个亲身体验姐又说无所谓 对啊 我喝过20几年啊 可是你现在是啤酒了 万一俊耀又开始喝美酒加咖啡 突然就那怎么办 那赶快知道一下答案 那个吴博士 下次不要打给华佗 打给福光甘太好吧 电话留一下 真的 好不好 等一下电话留给你 你那边手板有讲说 酒精性癌中葡萄酒是唯一 碱性饮料这句话就错了 真的啊 对 因为碱性跟不碱性到身体里面 才会发生作用 但是我们一直都这样子以为 对错错错错错 因为所有的酒精到身体代谢 会加速我们身体的乳酸的产生 所以它会让我们身体变得比较酸性 然后再来就是说葡萄酒有 所以没有碱性的那个 进到身体里面所有的酒精 它会加速乳酸的合成 再来第二句话就是说 你的葡萄酒是维生素B12含量丰富 但这边跟各位观众讲 维生素B12唯一的来源就是动物性食物 其他的还有两种就是 水也没有 就是一些酵母 你这样子好像错的有点迷糊耶 酵母 所以它就算有的话也是因为酵母 在发酵的时候一点点 所以呢 而且 所以这个缺 而且它里面含着铁不高 所以也不对再打个叉 你看 所以有很多的一个 好多谬误耶 很多谬误 所以一提就有三个错 一提有五个错 就要扣分了 你要留校长 前面来的得分也被扣掉 对 所以它那个有很多是错的 那再来讲瑞玲 她说那喝酒 瑞玲也有错吗 没有 我再讲 这次瑞玲可能就好宝宝一点这样子 她比较认真 其实喝酒真的是葡萄酒 有德国研究 它是互心没有错 可是它如果过量喔 过量的确是伤脑 因为她的研究就是说 没有错如果是过量的一个葡萄酒 它会让我们脑部的空间感 或者是一些 就是她的一些记忆都会有损害 所以会建议说要过量 要适量 一定要适量就对了 女生葡萄酒一天 不要喝超过100cc 男生不要喝超过150 那不对 对 所以在这个适量的范围 可以保护心血管 又不会伤脑 可是如果说你为了要保护心血管 大量的喝红酒 所以然后其实会伤到脑部 然后再来就是说咖啡 对 跟咖啡配呢 对 那我们就是说 我们喝酒是不是为了要 比如说喝红酒 大家是为了就是说 要保护我们心血管喝酒 好 那没有错 就是脑部的确是会让我们 因为酒精而比较镇定 就有点这样子 混血混血 然后你又喝咖啡 又咖啡因 又打它刺激 对 其实咖啡因对脑部 其实会有刺激的效果在 所以我是觉得这样子搭配是不好的 所以我是觉得这样子搭配是不好的